請起立 走下去 請坐 各位同志 大家平安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不錯 有精神 希望你們明天照相有這麼有精神 因為這一次啊 我們高砂族同胞比較多 所以呢 我的語言啊 要將法語跟台語一起來併用 因為今天是我們的高級班 你們有上過初級班 我相信你上初級班的時候 你會上的很愉快 很快 很高興 上課的時候啊 聽一聽笑一下 可是很容易就忘掉 因為當你離開這個辦公 這個教室以後啊 在外面所聽到的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 會想來上課 就是想要聽一些新的消息 最近美國發生了幾件事情 跟台灣有絕對的關係 例如8月20號 8月20號這一天啊 是我們 特別是有很多從事於 所謂的台灣運動的人啊 特別高興 可是他們不一定看得懂 這高興什麼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正式 把有關台灣部分的網站 上面的敘述 已經全部撤除 沒有反應 表示說你根本沒有看過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原來寫什麼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原來所寫的是什麼東西 原來所寫的 就是全套的 要怎麼樣來出賣台灣人 讓台灣人誤認 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的人 那這個網站啊 從2004年 我跟何瑞元發現了 以戰爭法發現了台灣真正的地位以後啊 我們不斷的向國務院 向國防部啊 要求他一定要撤換這個網站 何瑞元就在後面 大家給他拍拍手 那個Rachel你應該站起來才對啦 對這一刻他應該覺得很得意 為什麼呢 他終於打敗了國務院 國務院這麼多年來 國務院這麼多年來啊 對台灣人啊 壞得一塌糊塗 他老是以為 台灣人是很笨 他寫什麼大家都相信什麼 因為中國國民黨 告訴台灣人說 你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很多人相信 一直到今天為主 我說很多啦 當然在座應該不會有人去相信他 那這裡面 那這裡面 新的網站裡面所寫的 台灣就已經完全不一樣 同時 在上個月 美國正式公告 以後 以後 你坐飛機要入境美國 的時候 要填一個表 叫做I-94 I-94號表 本來 這個I-94這個表啊 就是說 你要進美國 你要填寫說 你是什麼人 你來自什麼地方 本來啊 美國的移民局啊 移民署啊 規定說台灣人 你填的時候 要填中國 一點台灣 好像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這麼多年來 利用外交手段 讓很多的國家 跟他簽了建交公報的時候啊 常常會把這一段話 寫到裡面去 但是事實上啊 不是說你建交公報寫了以後啊 台灣就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差的太遠 那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 特別是從2006年10月24號 我們代表了台灣民政府 控告美國以後 美國到今天 20012年8月20號 正式把 網路 網站上面有關台灣的敘述啊 徹底改變 那個 他改變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在告訴全世界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也就是說台灣裡面沒有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他公佈這個網站之前啊 何瑞元跟我啊 坦白講我們寫過大概有超過20次的 信件啊 直接從這裡寄給國防部 直接寄給國務院 要求他一定要把那個網站撤掉 他老師就不撤 所以每一次他一不撤 我們的很多的文章 很容易就受到外面的人來攻擊 因為說你去看看 美國國務院的網站上面怎麼寫 結果他一寫呢 我跟何瑞元我們兩個就會 啞口無言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 從2004年一直堅持到今天 我們沒有改變過 因為事實上證明 何瑞元跟我是對的 這個很要求 那今天我們高級班在這裡上課 要學些什麼東西 要學真正的法理的問題 那法理的問題有那麼難嗎 剛才總理在告訴我們 他講什麼他說 我們不需要革命 我們不需要用刀 我們不用用槍 其實外面有很多人 很多的其他的派別 老是告訴台灣人說 鼓勵說我們要用武力 來把馬英九趕走 我在以前上課也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裡面的馬英九 其實要聽清楚 馬英九啊 美國沒有把他看成是敵人 因為馬英九的身份是 美國的綠卡 全台灣包括民進黨在內 沒有一個政黨 沒有一個個人去 在美國提出訴訟 唯一提出訴訟的就是我 我正式的控告 馬英九他說我跟美國講 他的身份你必須要表態 我說他是不是公民 結果美國的CI 從美國直接坐飛機到台灣 跟我面對面坐下來談 他說Roger我跟你講實話 你不要再告了 因為馬英九的身份是綠卡 那可是馬英九的身份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柏瑞光所講的 他說馬英九的身份非常複雜 那奇怪為什麼複雜呢 因為馬英九他的身份 以法律上來講 他今天的身份 他仍然停留在美國本土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在台灣看到馬英九 那四個黑白照 怎麼想說法理上馬英九 他在美國的本土 因為他這個人利用 中國人的小聰明 他跟李慶安一樣 從美國本土 坐車過一個邊境 到加拿大的多倫多 然後從多倫多 直接坐飛機回來台灣 很多台灣人去美國 要拿綠卡的人 或者拿身份的人 因為綠卡的規定 公民的規定就是 你拿了綠卡以後 要連續兩年半加一天停留在美國 那你可以在美國宣誓為公民 他就是為了要拿美國的公民 所以呢他就想到這一個奧博 就坐汽車到多倫多 然後離開回來 那李慶安為什麼他的事情 他的身份被曝露出來呢 因為李慶安有一次 有一次在立法院 他很不客氣的罵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Steven Young 他怎麼罵 他說這個人 中華民國要把他驅逐出境 凶不凶悍立法委員 那美國就已經 其實美國已經很清楚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他已經超過兩年半加一天 他利用他當立法委員以後 他又回去美國對不對 他回去美國的時候 他已經申辦為美國的公民了 美國的內政部 就不經意的 不經意喔 不經意的 透露了他的身份 所以美國後來他講一句話 誰在台灣立法院囂張 我就公佈誰的身份 結果李慶安被怎樣 被判徒刑 我看他靠到不死 但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他有美國的身份 還是判無罪啊 甚至也不用還錢啊 這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這是非常標準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會有這種法律呢 各位 到今天為止 台灣人本心都搞不清楚啦 為什麼搞不清楚 因為中國人在台灣的心態是什麼 特別記住喔 中國人的心態就是 我是戰勝國 你台灣人是戰敗國 問題來了 台灣很多人 自認為自己是戰勝國 事實上台灣人是戰勝還是戰敗 戰敗 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各位 你不相信 你如果回到你家 你家的附近隔壁 你叫來問 第二次世界戰敗誰轟炸台灣 我跟你說 回答你說日本轟炸台灣 最少了 折一半以上 這不是開玩笑喔 不是開玩笑 你如果記得問他說 為什麼日本轟炸台灣 他說八連抗戰 各位 中華民國的教育 在台灣的教育 在台灣的教育 非常成功 你會打破啊 你真的很強 中華民國的教育非常成功 你打破啊 來來來 來自己選一個嘴巴 中華民國教育 當然非常成功啊 有沒有 所謂台灣人啊 的思想啊 已經完全被他控制了 台灣民政府這幾年 在全台灣啊 到處 有人在談 我們報紙登了很大 你說沒有看到嗎 我告訴你看 我們現在的初級班啊 每一次上課都100個人 過去沒有那麼多人耶 你問他們說你怎麼會來 看到報紙廣告 你現在敢來 當然敢啊 因為台灣民政府 本來我們以為他是詐騙集團 現在是什麼集團 現在好像是詐騙 騙集團 我跟你說 各位 下個月 今天31號 下個月 我們要在自由時報的頭版 登一個200萬的廣告 登了200萬的廣告 這一個半版耶 自由時報 200萬耶 各位你會怕嗎 你會怕嗎 當然你也不會啊 你不用出錢啊 喔 很大聲耶 不會我不會怕 你要怕啊 你沒想到 我先來我幫你募款耶 台灣民政府 有向我們國際募款沒有 沒有 比較大聲的啦 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沒有募款耶 紙衛隊來很奇怪耶 各位 我還可以給各位說 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聰明的台灣人也很多 現在我們的高級班 每一班都滿滿滿滿 你看啊 我們最近這連續兩期的初級班 很很短 但是現在高級班 明天會更滿 我保證明天會更滿 現在差不多沒有位置做了 你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台灣人是聰明的啦 這一定要拍手啦 因為我在誇獎各位啦 因為你知道來參加這個沒有事情啦 而且民政府要求各位來當官啦 所以 有人來受訓 結果在受訓的時候 一些朋友就跟你講 啊你要想當官啊 才去那邊受訓啊 各位 我請各位回答他 我就是要當官 我如果不當官的話 我怎麼樣來拯救台灣人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當官 你如果貪污 我保證你槍斃 我幫你保證 我早上看到爆炸 一個消防署長喔 夭壽喔 24條的金條啦 還有6千萬啦 不怪所有的台灣人要做官嘛 因為 當官有24條的金條 有6千萬的不明財產 嚴格來講起來喔 連戰更多啦 吳波雄更多啦 江扁分更多啦 為什麼通通沒有問題 因為 因為 他以台灣人的身份 跟 中國人合作 台灣人事實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打敗的 根本其實台灣人很聰明 所謂的 騎牆派 西龜派 都要換那個 比較贏的 我想說 我做戰勝國 我有好處啊 你要看 很多台灣人 所謂的獨派 這樣 當時 在1945年8月15號 那個時候 人在日本的 每一個都賺的大錢 為什麼 那個時候是以 戰勝國 欺負當地的日本人 他說我是戰勝國 我要 我要什麼 什麼東西 我可以去占土地 他以戰勝國的身份 當然這個很要不得 問題來了 那 日本人有很多人 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你台灣人 也是我日本人 那就是為什麼 日本人 這些台灣人 他們 在二次世界大戰 過世以後 死去醫院 敬國神社會給他們 供奉 上面有39,100名 的台灣英靈在裡面 日本人 有時候他會覺得很迷糊 那個時候 蔣介石他又做了一套 哪一套 他說 我 他叫什麼 就不要求日本的賠償 以德報怨 沒有錯啊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機密檔案 美國從頭到尾就是主張 不能跟日本要求賠償 這種不能 向日本要求賠償啊 像這種做法 在德國 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戰敗了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又再度的發動世界大戰 他是憑什麼 納粹 納粹 納粹他憑什麼 能夠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能夠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舉手 你知道你舉手 為什麼德國可以發動 第二次世界 他第一次世界 他戰敗了 戰敗以後 他賠了很多錢啊 賠給法國 賠給英國 賠給那些國家 把他的所有的民生啊 把他國家的資源 全部賠光了 可是他為什麼能夠 很快的速度啊 爬起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都沒有 我告訴你好不好 好嗎 不好意思 納粹 沒收了 猶太人的所有的財產 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啊 整個的德國的經濟一塌糊塗 可是那個時候 猶太人他不介入這些所謂的政爭 而聚集了很多的財產 幾乎全德國的百分之六十的財產 通通在猶太人的身上 所以希特勒就利用這個機會 來製造鼓動 讓人家很討厭猶太人 認為說你只有會做生意 你只有會賺錢 你通常沒有照顧到這個國家 所以在那個時候啊 希特勒利用了這一段的民主式的感情 把猶太人的所有的財產全部沒收 猶太人啊 那個時候的財產是百分之六十七十 占了全德國 所以他很快的速度利用這些錢啊 把他的國家弄得非常好 從此可以發動戰爭 我們再來看 日本原來跟中國 滿清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為什麼日本能夠發動戰爭呢 為什麼 明治維新是一個理由 只有明治維新坦白講它發動不了 它要有很多錢 因為你沒有錢你沒有辦法發動 它是靠什麼你知道嗎 靠中國 大清帝國的甲午戰爭的馬關條約啊 讓清朝賠了很多很多的錢給大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利用那個錢 把他的整個社會 把他的整個軍備啊 翻了好幾番 所以到後來 在那個時候啊 大日本帝國他的武力啊 比在全世界上來排名啊 差不多前五名之內就是日本 到後來甚至於到達變成第一名 所以1922年的2月26號啊 那個時候有財軍協定 財軍協定的第19條裡面上面講什麼 它講說台灣是屬於日本的一部分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裡面講台灣是屬於日本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表示什麼意思 這個表示就是說 很多人本來以為說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沒有錯剛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確實是日本的殖民地 因為台灣本身是清朝的拓殖地 拓殖地可以割讓 如果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就不能割讓 所以因此有這種演變呢 這個時間很短 可是台灣人尤其特別是國際法的專家 他沒有去研究 他一直認為說 這個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現在台灣已經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 變成怎麼樣 一種國家 其實這是完全沒有研究 日本是按照國際法 坦白講日本這個國家 日本帝國 事實上他培養了很多很多國際法的專家 那這些專家他本身自己有研究 他按照萬國公法 現在1937年黃民化 黃民化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把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面的人 教你會講日本話 同時日本的這些民情的風俗習慣告訴你 然後呢慢慢的演變 從1937年一直到1945年4月1號 按照萬國公法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全面實施日本的民治憲法 同時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 特別是參戰權 這是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效忠 你對這個國家效忠 那你如果有參戰權的話 等於這個國家的國民公民 有這個因素在裡面 那麼這一點美國人知道嗎 他很清楚 美國甚至於在他很清楚的時候 因為美國坦白講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他的確有企圖想要得到台灣這一塊領土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 戰爭法裡面有講什麼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因為有這一句話存在 那這一句話是什麼時候開始存在 在1930年 1830年1840年拿破崙時代 那個時候那個以前是 占領的話就是併吞 可是那個以後呢 就變成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就是說我可以占領 但是你這個 這個土地的上面的主權 你不能動他 所以呢 在韓國來講 1910年 朝鮮的總理跟日本的天皇 簽了一個併合條款 在這裡很放心 民政府地方非常放心 拍手吧 中國城全部垮掉沒有關係 中國城是哪裡你們知道嗎 台北 我們繼續講 我怎麼都沒有感覺 我們繼續講 各位在1910年的時候 韓國因為總理跟日本天皇簽了一個 叫做併合條款 那這個總理簽那個併合條款的時候 韓國仍然保有他的主權 只是把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韓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可是台灣是不一樣的 台灣在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簽的時候是大清大皇帝 與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簽了這個馬關條約 這個馬關條約第二條 將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還有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講日本是不對喔 記得喔 日本天皇跟日本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個人跟一個政府是不一樣的 政府是政府個人是個人 那講這一點有一點可以證明 這是在1945年的9月2號 簽了那個投降招數的時候 從光魁當時他是代表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的一個人 一個人有兩個身份 一個就是天皇 一個是政府 所以後來在馬關 在舊金單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就是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對台灣的管轄權 可是整個裡面也沒有談到日本天皇 沒有 就是說日本天皇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可是在舊金單和平條約的第一條B 第一條B 把日本天皇的職權控制 就是說日本天皇他的國事交給 由人民所組成的日本政府 來問題來了 大清帝國整個的版圖 跟今天你看到的日本政府一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你抬起頭看左邊 那個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就是整個大日本帝國的地圖 好 因為日本打敗仗 日本天皇打敗仗 各位你看前面也可以 因為日本天皇打敗仗 所以同盟國要對日本天皇 採取一部分的制約 他怎麼制約 他就說 因為波斯坦宣言裡面有講 他要把這個四個島 就是北海道 本州 四國跟九州 把這個四個大島 還有旁邊的一些周邊的群島 這個部分要把它控制為一個新的日本政府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大日本帝國 因為被麥克拉瑟把他的憲法改變 那個這個新的憲法 就只有這四個島 所以現在這個四個島 日本天皇還在喔 可是這個四個島 因為有一個新的憲法 所以這個四個島的新日本政府 跟大日本帝國一樣不一樣 已經不一樣了 大日本帝國抽出來這四個大島 成為一個新的日本政府 所以這種情況的日本政府 坦白講 不叫做建國啦 他這叫做什麼 自治 這個主題啦 自治的形式在這裡產生了 這是按照什麼 按照聯合國的七十三條 我告訴你 你們在這裡所有的你們所學的 要比我們現在在全台灣這些 念國際法的這些人 進步的太多了 他們從來沒有研究 他們從來沒有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注意看 大日本帝國 把這四個島分出來 那還有還剩下什麼 還有剩下琉球 台灣 新南群島就是南海 另外還有 北方四島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朝鮮 可是因為朝鮮在舊金安和平條約裡面的第一條 已經放棄 日本政府一放棄韓國的管轄權以後 韓國政府因為當時還保有主權 所以韓國馬上獨立建國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 問題在台灣 台灣日本政府放棄 就是新日本政府放棄 可是我問你 原來的大日本帝國有沒有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沒有寫 國際的條約裡面沒有寫就是沒有 國際的任何一個條約只要他沒有寫就是沒有 可是條約裡面有講說日本政府放棄 可是這個日本政府是不是原來的大日本帝國 不是 是分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台灣的道路要怎麼走 就已經很清楚了 台灣要學的就是日本 新日本政府這個四個島所組織的新日本 今天台灣就要向他學 怎麼學 所以台灣沒有辦法獨立 而是怎麼樣 要自治 整個很簡單就是這樣 那我們為什麼很清楚 事實上美國是按照這個一步一步在走 問題出來了 日本土耳民 日本已經 二次世界大大以外 他的膽嚇壞了 他也不懂 所以你看每一次現在日本人到我們這裡來受訓 來受訓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一講 每一個都嘴巴開開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可是最近他們開始逐漸在懂 這種逐漸懂是誰讓他懂的 不是民政府是美國讓他懂的 只是說美國讓他懂了以後 台灣民政府特別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那個官網幾乎每天 我們現在每天我們的官網有多少人 五千人以上每天 從日本過來的大概有五百到六百份 而且是不一樣的人 各位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最近在日本鼓動 而且你看看 美國在這兩天 在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前 他宣布什麼 尖閣群島是日本的 有沒有 他為什麼不講釣魚台是日本的 而講尖閣群島 因為日本人稱釣魚台叫做尖閣群島 那為什麼講尖閣群島是日本的 其實他少講一句話 是日本天皇的 那這個整個的論述是誰寫的 我寫的 尖閣群島 事實上 不是像 日本政府以前講的 說在18 在1895年1月份 他們自行宣布說 尖閣群島是無人島 所以我日本帝國把它佔領 在上面蓋一個東西 我就宣布說那個是我的 第二個月 大清帝國馬上宣布 NO 我們自古以來 我們有很多漁民都去那裡捕魚 所以你講的不算 可是到了4月17號 在馬關條約裡面 大清帝國把釣魚 這個金閣群島就是釣魚台 割讓給日本天皇 你看像這種情形 美國今天會講說 金閣群島是日本的 下一次就會講什麼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你們拍手 所以 日本人說 被誤會說是日本政府 對問題在這裡 因為美國還在搞模糊 他故意讓你模糊 為什麼 模糊的越久 美國越有好處 不要跟你說實在 但是事實上 你有美國的很多的動作 你可以看得出來 的確 美國是按照這個路子在走 問題是 美國你說 我跟你講你可以騙得了日本人 你騙不了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很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最有力的 就是我們在法理上的論述 我們是世界的Top最好的 因為我們在這裡 我們站的頂尖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武器 各位我們沒有武器 所以我們有一些同心同志 有時候會故意給我出一個點子 我們來 我知道有管道可以買到槍 我們來革命 我告訴你革命你怎麼自己去 你死大聲沒關係 台灣民政府不會買槍 我們有比槍更厲害的東西 就是什麼 法理 所以各位 因為台灣人很怕死 你要叫他拿槍 你叫他去死比較快 他不會去的啦 你如果說要有錢 都要去 所以 台灣人有一種先天上的一個弱點 就是一個島上面的 很清楚的一種島嶼上面的 一種人民的表現 愛錢 怕死 愛做歌 你拍手有什麼意思啊 看得很恐怖 我剛才跟你鼓勵說你要做歌 為什麼要做歌 因為你沒有做歌 台灣人民沒有救 所以你會做歌 所以各位 有時候你會說 我這麼老啊 我是要怎麼做歌 各位 我查得是死人 不是老人 他叫我告訴你這句話 你沒有都受到很高深的學問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至少你現在受的學問 教育 比在 在1945年 中華民國 派來台灣 接受的時候 比較厲害 很多人都沒有打過 在當小學的校長 很多都沒有打過 做警察局局長 我們如果去做歌 賓口幾百倍 對不對 校長夫人好興奮 各位 我們都有機會 我告訴你 你要穿清楚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假的 我是說這個 我們非常有機會 在很短的時間 會執政 遊哥來啊 不要打破了 我會怕 我才跟總理說 夭壽 美國跟我說那會 我都睡不著 美國說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各位準備好了沒有 不過 如果說每一次受訓 都按150 150 就快了啦 所以繼續補習啦 所以各位 既然美國已經告訴我們 美國 他在國 那個國務院上面的網路啊 台灣的部分啊 把中華民國拿掉 這是很快的 很快的 中華民國 會被美國把它帶走 因為我跟美國講的很清楚 中華民國是你帶來的 你應該有責任 把它帶走 那 美國要把中華民國帶走 他會怎麼帶 我跟你說很簡單 中華民國過去 告訴美國說 你不能夠把我趕到中國去 因為我們在內戰 如果你把我趕到中國去 我會被共產黨屠殺 我人道嘛 所以美國說 這樣好 馬英九那個笨蛋 跟他在去年的6月29號 簽了一個ECFA 那個ECFA 簽的意思是代表什麼意思 和解 國共和解 這個拍手啦 和解以後要怎麼樣 回去 你要回去 這個笨蛋 這個笨蛋 他那簽那個ECFA 就是說 他自己要回去 所以 一個說他要回去 美國跟中國說 中華民國很快的 會離開台灣 我中國共產黨害怕 開玩笑 你把那一群革命分子 送到我中國來 我不幹 所以 中國共產黨已經準備好了 他準備好了 他在平潭 一塊 比台北市大1.2倍的土地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 所有的 在台灣的那些國民黨分子 如果要到中國的話 請你們一律到平潭來 落葉 歸根 我給你錢 我給你人 你當然你不能亂跑 你不能全中國在那邊給我鬧革命 你再平潭就好 事實上平潭的事情 我們民政府 比台灣的任何一個報紙 提早兩天知道這件事情 那知道以後美國就告訴我 公佈它 我馬上就寫文章就公佈了 那我那時候公佈在哪裡 看我們民政府的官網 談到官網 各位 在官網上面有註冊的請你舉手 請手畫一下 沒有註冊請舉手 不知道怎麼註冊 來我教你 來 那個你注意看 那個我們看民政府 臺灣民政府官網注意看 來首先你看臺灣民政府 來臺灣民政府你看看 這個是首頁 還不要首頁看到沒有 臺灣民政府你要寫 因為 現在很多網路上 冒充臺灣民政府有很多 還有扶我摸殺民政府 什麼民政府 各位 我們比伊拉克還好啦 因為伊拉克當時 美軍區佔領的時候 伊拉克民政府有幾個 二十幾個啦 那我們今天大概有四個而已啦 所以這個臺灣民政府 你看臺灣民政府 你看註冊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注意看來把那個註冊點下去 點上去然後呢 就跳出來這樣 現在有977個 抱歉我們有2000多人受訓 只有977個去註冊 一半不知道走一堆啦 你看可憐喔 來這裡喔 你的電子郵件的地址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郵件地址嘛 就把那個你的郵件地址打上去 然後你設定一個密碼 那個密碼就是什麼 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用你家裡的電話號碼都可以 重複兩次 後面的那個重新 重新喔 啊輸入那個密碼 這個兩次 然後呢 這個最大的問題在最後一個問題 一加一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二的舉手 對啦 我歪高跟你騙了 一加一等於二啦 那有簡單嗎 我每一次 如果在問題都說 最多的一個問題 神秘卡電話問 我說一加一等於多少 我拜託你沒有小學畢業 他說有啊當然也有啊 一加一等於多少 等於王 一加一等於多少 齁 什麼檔案都有啦 有更有趣 很簡單 二啦 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今天說 大家不知道 黑白的就對了 所以設計說 一加一等於多少 等於二啦 你知道嗎 二打上去 然後就輸入 就做這個就成功啊 這樣會效嗎 你如果不效 你要用你的一百塊 有一百塊嗎 有一百塊嗎 有一百塊來取手 你都沒有一百塊 你有一百塊嗎 叫你的好生 還是你的女兒 給你註冊啦 註冊給他一百塊啦 這樣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回去都要註冊 自己要註冊啊 再來 註冊以後 你要隨時 隨時每天 都要上我們的網路去看 因為我們很多的消息 都會在網路上公布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有新的文章 我們就在上面公布 我們最近會有一個舉動 就是在9月8號 我們要做一個新的Petition 請願 向誰請願 向歐巴馬請願 我們第一個Petition 坦白講不成功啦 為什麼不成功 那個時候 我們請願說 要求歐巴馬 將台灣幸福一分天龍 這個但是出來 我們這個講的歐巴馬 要把這個台灣還給日本天皇 很多人還是不懂 但是呢 我們也有兩千多個人去註冊 可是 剛剛開始的時候 日本人 是很支持的 一直到 釣魚台出事情 釣魚台 像西中國 西香港 去把我們 中華民國去拆掉 夭壽 日本人說 台灣就是等於中華民國 這樣 都開始撤退 沒有支持 所以我想想 我有夠勇 頭腦不好 所以我現在9月8日的Petition 我現在比較聰明 我要用什麼法 你知道嗎 台灣還給日本天皇 我要將日本人想到海 北方四島 獨島 尖閣群島 台灣 新南群島 還給日本天皇 這樣日本人會出來嗎 絕對撞出來 但是又問題發生了 現在撞出來 韓國人出來反對 韓國人出來反對 韓國人 我坦白說 韓國人比日本人 在電腦上面比他厲害 韓國他們上次有一個Petition 你知道他一個Petition 一個月幾個人去動員 十幾萬 但是日本有一個動員 那時候我們替他 替他法動的 才兩萬九千 兩萬九千是超過 因為只要兩萬五能夠Petition 連署的話就通過這個案子 但是事實上這種通過 比正式上也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為什麼 你就算你通過了 歐巴馬不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在裡面 這一個讓你把這個Petition 整個議題放在國務院上面 他們一點點就看到了 就是說我台灣人 日本人已經知道台灣的真正的地位 真正的真相 那就會引起他的注意 他就不敢亂來 特別是現在國務院已經公開講了 台灣這塊土地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但是這是他講的 所以你看看中華民國 現時在台灣 拚四名 挖這個台灣人的財產 你看現在 這兩天陳菊說中央部 省他三百億 馬英九這一群人是怎麼想 你明明台灣是戰敗國 你怎麼可以當市長 你怎麼可以當總統 你如果當了總統 你來統治我中國人 那是我中國人的恥辱 戰敗國就是戰敗國 你怎麼可以統治我 所以你看李登輝 還沒有判刑 至少已經起訴他了 陳水扁 還關在那裡 事實上 因為我有學生 在國安局 在中華民國國安局 在國安局做事 馬英九也有透過關係 來問我們台灣民政府 對於陳水扁 被關在牢裡面 我們有什麼看法 各位 你說陳水扁 要救他的舉手 你覺得要救他 他手 不管什麼主意 你認為要救的權力舉手 好 什麼放下來 你認為不要去救的舉手 什麼放下來 你們兩個都不對 我怎麼回答他 陳水扁要不要被關 是你中華民國你們家的事情 台灣民政府無關 你跟他關係也這樣 怎麼說 因為你陳水扁 代表中華民國 你給中國人做事 你給李登輝 你如果有貪規 發關係你們家的事情 你台灣民政府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很明白的告訴他 事實上兩年前的八月 美國確確實實 我再一次說 我這是對著全世界的轉播 你講的 美國有告訴我 去告訴陳水扁 錢不要匯回來 美國願意把他們全家 載到美國 我有去跟他講 我那時候跟他講 我又帶我們的潘良華 我們的副主席 那時候林立憲也好像有了 我跟什麼人說 丹紀中要選 因為有一個人 跟丹紀中說 說 算啦 你的算一定會條 我跟他們 我說你就是選 這美國告訴我 你就算你選上了 美國 這個中華民國 一定會把你的 選條的 那個標誌把你拿掉 他不要相信 你要看 有屬性嗎 那不是怕我告訴你 我老早就告訴你 當然 我每一次站在這個地方 所說的所有的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 沒有被落實 但是有的事情 會比較慢發生 但是所有的事情 都會發生 例如 我們後面做一個直升機場 有啊 現在有人告訴我 你直升機 我都還沒看到直升機啊 沒有錯 你今天還沒有看到直升機 在這裡下站 可是他的駕駛員 兩位駕駛員 美國人已經來看過了 什麼時候會進來 在有必要的那一天 他就會進來 例如 中華民國派部隊 來講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山莊 我幫你補證 不然 美國人已經補證了 美國人已經補證了 你不用拍手喔 你要他給他來喔 哇 我看大家都聽到 都這樣 蛤 不是你的事情 我可以 他來要帶相照 不然先幫你接觸 我還在這裡 他的派部隊來啦 我告訴你 美國現在是有兩千名的海料在台灣啦 海軍陸戰隊 在台灣啦 在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嗎 我補你們去看 最今的 樂山啦 你去樂山看一看 我保證你會碰到 碰到有一些沒有穿著軍服 可是 鍋蓋頭的老外啦 鍋蓋頭才沒有 你聽不懂 海軍陸戰隊那個鍋蓋頭啦 青泉鋼啦 台東的 長濱啦 花蓮的加山啦 新竹的那個機場啦 軍用機場啦 左營啦 兩千名 美國 在我們台灣 在台灣 要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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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要吃什麼 牛肉 我問你呢 來 我們在製造 哪有吃牛肉 要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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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國的八千名 大家都吃牛肉 我以前上課 我有說嗎 我保證 那個瘦肉精一定會通過 為什麼 美國人都在吃啊 全世界 美國在全世界 在歐洲 歐盟啊 400票對11票 進去 日本 韓國 都可以去 只有在台灣 這個民進黨這些笨蛋 那台人笨蛋 受到國民黨的蠱惑 告訴他說 你去反對 因為這會影響人民的身體健康 你看看民進黨都反對有啊 但是我在這裡上課有說 我如果沒有過 我隨便你 我頭套給你坐那坐 會過嗎 過嘛 是怎麼過 拜託 這個土地是誰人的 沒有啦 不是美國啦 天皇啊 日本天皇啦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占領啦 軍事政府占領啊 你剛才不會罰過 所以美國就要避免他 其實 美國 他那個瘦肉精通過一樣 現在補助就說 喔 用什麼交換啊 什麼 這個 那個 那個什麼PTA 什麼東西啊 那都嘲笑的啦 不贏不一隻啦 最愛跟我騙的是什麼 聽他清楚啊 吳敦毅 馬英九 在選舉之前說 我們很快去 中華民國護照就會得到 免簽證有沒有 對嗎 我在那時候有在說啊 我哪得到免簽證 我早上 賭給你 那坐 路要怎麼 沒了 現在沒了 他又說 他說 今年會過 10月 10月會過嗎 不會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會過嗎 絕對不會過 為什麼不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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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已經當面告訴我 我也不怕你中華民國聽 美國的國安單位 美國的國安單位 美國的國防部 兩個單位反對 為什麼 因為 中華民國的護照 這個半年裡面 穿多驚啊 都是假的啦 你想看看 美國的國安教 如果外面說 不可以 會過 絕對不會過 絕對過不了 但是什麼人會過 台灣民政府 那張新聞情會過 要怎麼過 I-94 所以 我們要訂補紙 自由時代 頭半 半半 我跟他訂什麼 我要講 I-94的啟示跟省思 I-94規定 台灣人入境之前 要填血台灣人 可是當你到海關的時候 他會問你 請你提出 你是台灣人的證明 你把右手 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 一看 中華民國身份證 左手拿出你的鈔票 一看 中華民國鈔票 美國海關說 你騙人 原機遣返 會喔 會喔 因為 因為 一年前美國跟我們說 你們趕快 把身份證 發行 讓全台灣都能接受 結果 我們台灣人怕 喔 我去新聞情 我後生現在要去中國 要飛燕嗎 我說 什麼人跟你說 你要去中國 不可以 簽這個新聞證 完全無關啦 最近 我們有人的人 通過 AIT 照他們的約束 免 interview 給你簽證 人的其中 在我們裡面 比較有第一名 就是我們國安局 的主任委員 革命太太 他們太太 因為我們太太過心 打拼了過心 如果他再娶 那是中國 中國 雖然在台灣有幾年了 但是我們叫台灣民政委公民權利法案 他不能拿公民 他只有能夠拿拘留權 拘留證 他去辦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在座也有人在說給你們聽 他說他將他的護照 跟那個身份證放下去 就堵了 簽證官是一個女的 很年輕 看到那張身份證 馬上非常嚴肅 不敢再說話 拖下去 他們太太在旁邊 也護照 跟那張身份證 拿出來 沒有講兩句話 蹦蹦 明天快遞給你 你不好意思喔 你沒反應喔 再來 另外 剛才兩個是年輕的女兒 一樣啊 美國當時跟你們講 我說 如果 按照 波多黎克 他們去 入境美國的時候 他是用身份證直接入境 琉球 美軍佔領的時候 是按照美國軍事政府所發行的旅行證件 今天就今天和平條約的23條 台灣仍然是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下 你為什麼不給我們旅行證件 這是為什麼 到今天為止我沒有出境 因為我沒有護照 因為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因此 我要求美國 要用最快的速度 把我們核發旅行證件 最新消息 美國的國防部跟美國的國務院 已經在協商 他同時告訴我一件事 你們不要著急 要有一點耐心 很快 在今年年底 你們會得到旅行證件 所以你看 美國現在動作頻頻 把國務院 把台灣的網頁全部更換 美國同時也宣布 美國同時宣布的 把I-94 說改成台灣 其實他在I-94 改的之前的兩個禮拜 要求日本 把台灣的居留卡 改成台灣 你有沒有看到 本來日本也很笨 他一直認為說 台灣是中國的 全世界說有這麼傻 白人的土地 所以 12月20號 要去日本 23號 要跟日本天皇 對於要跟日本天皇說 喂 台灣人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屬於日本天皇的管轄下的 領土上面的人民 當然有很多人聽到這種話 一下子不能接受 怎麼會搞成日本 我說不是日本是日本天皇 所以在1986年 有台灣人 他說 我不是聽你的課嗎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日本人 所以我是日本人 如果我的爸爸媽媽是美國人 所以我是美國人 那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就去日本申請 我的日本國籍日本的護照 結果在1986年 美國的 日本的最高法院 那高等法院 把這個案子撥毀 有沒有很奇怪 奇不奇怪 不奇怪 不奇怪 不錯呢 為什麼 因為 不是那個日本政府 應該是哪一個政府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不是啦 不一樣啦 這樣有唱嗎 很唱耶 台灣地位是很難的耶 不是說 當然你們今天坐在這裡 你們聽了以後 我相信喔 你如果領悟比較快的 會很快會了解 可是領悟會比較慢的 沒有關係 多聽幾次就好了 都點點什麼意思 各位 問題在這裡啦 日本天皇知不知道 知道 日本天皇已經知道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童心 他說喔 就是我們的文化大臣 他說 咦 秘書長 我想要 因為我在想說 我們今年12月23號 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要送給 日本天皇什麼東西 其實我跟總理啦 我們的議長 我們都開過會啦 送給日本天皇什麼東西 日本天皇 你要送給他東西 不容易耶 就有人說 日本時代 送給日本天皇 這個台灣 種的米啦 什麼東西啦 我想說喔 要送東西給他 不太容易耶 所以 路邊這樣 開花之後 我們有一個童心 我們的文化大臣 文化大臣 文化大臣 過兩天 今天 明天有科 我們有一個藝術的科 就是他啦 他是很有名的畫家 他在紐約 進行過畫展 他說這樣 我那個畫展 有一幅畫 兩公尺高 那幅畫呢 差不多要三萬塊 到五萬塊的美金 這塊我來送給我們民政府 我們民政府來送給日本天皇 所以呢 我們驚立 將他的那個畫廁 走去日本 叫我們的主席 拜託我們的主席 將那個畫廁 想辦法來交給日本天皇 其實我們跟日本天皇 我們有管道 我們實際上是我們有管道 所以呢 有這個管道 我們就要送他 一幅畫 那幅畫呢 那幅畫叫什麼 什麼 轟動的什麼轉變 什麼意思 你說說你跟日本天皇 說你阿公的土地 你要把他土地回來啦 他老邊啦 土地你要把他土地回來啦 這樣有利嗎 我看 不是只有我一個頭好 我們的文化大人 頭好也好 其實我們這裡 都頭好對不對 自己鼓勵一下 所以 今年我們有幾個目的 12月20號 我拜託各位 你哪經濟上許可 你要參加啦 20 21 22 23 24號回來 所以 在期間 你哪可以的 我們希望你看 你放心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出去的話 一定住六星級的飯店 而且我們坐的車子 一定是新的遊覽車 而且每一遊覽車上面 不會坐超過40個人 我們政府都關完 我們去年是150個 150個 那時候我們叫幾隻車 四隻 一隻車都坐30幾個而已 讓日本人看到說 台灣人跟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們去的時候都穿座 都穿黑色的車子 來我們叫他 你看 你是不是 來 你也是嘛 那你 來來 我們的酒店 新的酒店 他穿的那些酒店 你有沒有看沒有 我過來給你看一下 你的水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禮拜天 就是明天後天 後天 中途的時候 做車子是我們的成員 優待我們自己 冬天的 一支車子兩條 五千塊 有信嗎 你去外面買 一條 就要2500塊 兩條 就要5千塊 我們的成員 一隻水中 兩條 五千塊 如果女生的 多一條 滾 滾到 苦 不是說多一條 滾 一條 一條苦 到一條滾 你如果要做的 禮拜天 禮拜天 可以去年 這是要付12月20號 同時呢 你要去的你要報名 現在我們預計要去兩百個 我們現在報名幾個 你有看到 猜猜看 猜猜看 三十個 剛才撈到 一百六十三個 所以 後面的機會不多 我相信 如果這樣再說下去 你看 這裡都是 如果再說下去 我們會超過兩百 超過兩百 最好是不要超過兩百五 這是破紀錄 你想想 你看看 過期李定輝 帶幾個人 去拜 政國神社 回來去找建議 那 接下來 他 他那個 台南的主席 叫做 不是 蘇進牆 蘇進牆 什麼 什麼牆 什麼 我相信我怎麼不記得 他也去拜 報索 也要死 他記得 台灣民政府 一百五十個去拜日本 建國神社 同時 一百五十位 建國神社 安排 進到內甸 日本天皇在拜的地方 從來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 我們要求 我們為了 要跟日本 建國神社結合在一起 我們跟日本建國神社說 我們 有六百位 同心 要參加日本建國神社的會員 當著政會員 好嗎 好 好 好像好比賽 要真的參加 我們現時 參加的人 差不多有四百五十個 要再欠一百五十個 所以呢 在座各位 政會員的條件是這樣 待會兒 信封給你 你自己放 一千兩百塊 台幣 放在裡面 它是整張三千塊日幣 大概是一千兩百塊 台幣 然後呢 我們會把你這個東西 收集好以後 造成名冊 直接 寄到日本建國神社 日本建國神社拿到以後 會有一張卡給你 日本建國神社的政會員的卡 而且一年有四次 會跟你聯絡 同時過年的時候 會送給你禮物 你如果去日本建國神社的 周圍 shopping 可以打八折 你會扶 因為你今年十二月要去 你如果去 你就賺多回來 別說賺多回來 你去 你想看 日本建國神社 寄到那個 郵票給你 四次的郵票 跟那個禮物 你賺多回來 所以各位 這是 我們只有六百個名額 我是希望高級班的 都盡量參加 盡量參加 這個報名表 等一下我可以給你 你自己去收好 如果收好 錢都好才到樓下 東西 要去日本 可以向樓下的黃小姐報名 你要去日本 禮拜天 入世中 你不去 也可以入世中 因為 我跟各位說 後來 我們的祭福 就是那個世中 東西 今年的9月23號 因為國語沒機會 9月23號 我們要 有一個國事訪問 要去訪問 西藏流亡政府 在達蘭沙拉 從23號到31號 這樣 差不多七八天的時間 我們只收一收 三萬塊 那有得收嗎 有 沒有良心 三萬塊 要坐六座飛機 坐到香港 為香港得理 為德理又坐飛機 然後又坐汽車 這樣都六座 六座三萬塊 你都黏黏 那有收嗎 你拍拍沒有一半 不夠良心 我跟您說 您起來很貴分 我們這裡有旅行社 有沒有便宜 不是便宜 因為我們中央政府補助三萬 六萬 我本來才不會說 我想說 印度 因為我都不去印度 印度 環境衛生不好 我很歪去 當然我不能去 因為我沒有負責 所以 我自己這樣想 可能沒有人要去 這樣 我直接宣布說 你要去印度的 你交三萬 我們中央政府 政府補助三萬 沒想到報名五十萬 一天六萬 一天六萬 我們現在要去 好啊 要跟流氓政府 要簽一個國勢 共同聲明 對不對 國勢訪問 國勢訪問 要簽一個共同聲明 共同聲明 什麼人要寫 沒有人要寫 沒有人要寫 所以結論是什麼 中華民國 台灣人沒有自己培養 你根本就沒有外交人才 那一個看 現在中華民國是很厚的 他 要讓我們台灣 完全沒有國際觀 美國不知道 所以你看 阿扁做總統 台灣人 要派人去美國做大債 好難啊 做一個 叫一個生五的 有什麼招 有 吳釗蟹 那放湯到那裡 沒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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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吳釗蟹 如果沒有飯湯 我頭鎖給你做那個 他根本就不知道台灣的地位嘛 你去 那又是中華民國 那放湯啊 你也要做 你也要做 中華民國的大債 你要替台灣國話啊 啊不然我請問你 你中山總統是要做什麼 阿扁中山總統要做什麼 搞了半天 台灣人 做 中華民國的總統 做二十一年呢 馬英九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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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華十三年 阿扁八年 二十一年 連續的呢 連續做中華民國總統 都沒有辦法翻過來啊 什麼人做辦法 都把你騙的啦 蔡英文把你騙啦 騙到哪裡啦 現在國是選 今年十二月三十一 我們這裡舉辦忘年會 一千月 我給大家選擇 馬英九一贏 蔡英文八十萬票 那時候喔 大家都歪相信啦 甚至我知道出來有人跟我說 秘書長什麼在黑白說呢 蔡英文 客席這麼年好 他會害啦 他這次就繞過了 因為我當時 我就跟私人家說 我如果黑白選保 那時候如果不贏 我跟我民主會賭呢 是不是 我們有賭嗎 馬英九贏幾票 八十萬票差一千票 有準嗎 有準嗎 不是今天做的準而已 兩千控 兩千控四年 四年 四年老早就說什麼 說 阿扁會贏多少票 他說贏三萬票 結果是贏多少 兩萬六千票 有準嗎 我說 那說到那些 那雞毛皮會起起來 但恰那準 四年所說的 沒有一樣 沒準 這是怎樣 我是一直覺得 他們也許有一種城市 這網路就黑白藥了 喔 這是什麼 那都黑白說的 我是覺得他們有城市 美國 我說一個禮給你聽 我自己的感受最深 AIT的境地中 他一直想要嘗試跟我聯絡 一直在想說要跟我聯絡 AIT的政治主 當然政治主要跟我聯絡 我不能跟他聯絡 因為那個時候在打官司的時候 如果我跟他聯絡 我們的律師說不可以 所以我不敢 但是後來 我知道說 他們就開始對我們 至少我本身 他全盤的徹底的去了解 同時在告了美國以後的半年 CIA國家安全單位 直接從美國打電話到我家 那有厲害嗎 直接打電話 所以 我覺得說美國能夠在全世界來統治 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們今天也幸運 幸運什麼 被美國軍事佔領 但是你美國軍事佔領我 你也要負責我的安全 所以被佔領地方的老百姓 要不要買軍火 不用 被佔領地區的老百姓 要不要去當兵 不用 為什麼不用當兵 因為當兵是一種效忠的行為 效忠就是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你才會去當兵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為什麼去當兵 所以 像這種我們可以求償 像誰求償 美國 美國很怕 你為什麼 你有跟我說呢 你民政府如果執政 你會不會要求很多 我說我不會啊 我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我沒有說 其實這道理很簡單嗎 你對我怎麼 從1952年開始 買軍火 那軍火要撐上我 中華民國賣武器 台灣人在入籍 跟那個事情 只要台灣人自己叫做 我是中華 中國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然後 坐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講說我不是中國人 你不會覺得你的神情有問題啊 二次世界大戰 誰轟炸台灣 美國 誰 美國嘛對不對 美國 當時是中華民國的同盟國對不對 對 美國人是台灣人的敵人 所以 中華民國也是台灣人的敵人 這樣有不對啊 你今天 要打破啊 你今天去做中華民國人 我們 我們 已經錯誤了67年了啦 不能夠繼續不對啦 對不對 對 大聲不好 實質行動要出來 所以 我們來這裡受訓 就是要去當官了 當了官以後 美國很害怕 你當了官以後 坐下來跟他談判 台灣是主權屬立的國家 對啊 倒 我不跟你騙 美國今天不敢說馬上把政權交給你 就是怕你這一點啊 既然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你有什麼資格說你要獨立 沒有 只要說 你去國賓飯店住 你靠近你住六十七年啊 你把國賓飯店說 國賓飯店是我的 因為我做了六十七年了 人家說你瘋的 台灣人就是真的瘋了 國賓飯店的老闆說 你的所有權狀在哪裡 在日本天皇啊 為什麼 馬關條約 各讓給日本天皇 就今天和平 對馬關 對那個日本天皇 沒有處分啊 所以還有嘛 那有簡單嗎 很簡單的 台灣人想不到 那個自覺是76條B跟77條 No 殖民地才可以自明自覺 不是殖民地 你怎麼自明自覺 所以過去喔 台灣人就是 被一些獨派的 被一些派別喔 搞得迷迷糊糊 不打國賓 不賣國賓 誰在賣別說的消費 現在消費沒關係喔 消費連故喔 他比你更壞 消費連故就比你更壞啊 所以他現在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 他已經沒有辦法反駁了 跟人家說啊 林志森騙子 你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走去看看 喔 不錯耶 你騙子還來這裡最好 你齁 我告訴他拜託 如果有人說林志森騙子 你敢問 你敢問林志森 他生在什麼行 他如果沒有說我太大口 那我都沒有算 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 會要給他 林志森騙子 林志森騙子 有給你騙錢嗎 所以我今天 頭天給你問說 我們民政府有給你 六關嗎 有給你募款有沒有 有嗎 有 這麼小這樣 有給你募款嗎 沒有 會比較大聲 電視人在演出 你都不配合 你想不想 我沒有跟你募款 我是騙子 我給你騙一下 有啦 你現在來兩條錢 第一 九一萬塊 九一班 你會說 你一萬塊你沒人收嗎 我告訴你 這個農場 是那個有先生的 你住兩晚 吃三天 吃十餐 待會兒還有一餐給我吃 喂 給你收一萬塊 剛才好而已 我告訴你 如果收六百塊 那是人家在賭 他不知道 他 他 給我們用這些地方 他了多少 他有八十五個子 我告訴你秘密 那八十個子 聯合來幫他 那總理 坐在旁邊 總理看說 走去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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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實 我當然很尷尬 他說 林先生 我父親年紀這麼大了 我們 八十個子都嫁了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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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懼 他一個人出一百萬 給他 來整理這些東西 收這些錢 還整理這些 後面 那個 那個狗子也好 本來我們來這裡的時候 那頭都是泥泥地 現在你看這裡 這本來是房間 這樣自己說出來 9年我們又沒有冷氣 這最近三季才有的 我告訴你 各位你都很幸福 我沒有騙 一年 一年百年我們在這裡 收分的時候 總理跟我一樣 一般來英國山 都全身庫都淡 因為我們有說 我們要維護形象 這維護形象 腳多就要穿世宗 你現在不一樣 你只穿外套在胸口 我臭到腔 所以各位 你這裡很幸福 你只在這裡聽論述 就能將中華民國兵 你想 一個國家 在你的眼睛面前 讓你把它看成這樣倒去 你算眼睛很厲害 用我們說中華民國就倒 什麼時候也倒 你在 我們台灣民進府 拿到美國的旅行證件 他就倒 你只要旅行證件一拿到 我跟你保證 中華民國就倒了 這個事情 中華民國知道嗎 我跟你講百分百知道 他為什麼不動 你看 有人在馬英九的網站上面給他貼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就 管理員就把你刪掉 有沒有 你上面去把它貼 台灣民政府的 黑熊部隊訓練情況 不敢刪 不敢刪 到今天還在那裡 有關台灣民政府 沒有一個感動亂動的 現在我要講一個事情 我不鼓勵 聽清楚 我不鼓勵 因為 我不想去跟 基層的那一些 小警察起衝突 有很多人 我們的民政府的人員 開著車子 把車子的車牌改成 USMG TCD 009 警察有沒有難到 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到 他不是瞎子 停 你的駕駛資料拿出來 我們的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拿出來看 駕駛資料 我沒有駕駛資料 我就是這個 我哪些身份證 你當警察拿出來 所以當然 他另外有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在板橋法院 在兩年前 有用台灣USMG的車牌 法院怎麼判 不起訴 拍什麼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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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他就把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不起訴的單子 給警察看 他說 你如果時間太多 你就跟我一起跑法院好了 結果還是不起訴 結果那警察怎麼講 很聰明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已經有六次了 警察看了以後 就跟他講一個自我解嘲 他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警察 我管不了台灣政府 你走吧 再來 那個宣傳車有沒有 四個全台灣到處跑有沒有 沒有一個地方的警察敢去阻攔我們 這要拍手 我們這裡有台南做的 台南做的 台南做有一次叫他抓到那個辦事所 新竹做這裡有一次抓到那個領口 都是什麼人來處理 都是所長 所長出來怎麼說 走啦走啦走啦 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處理 走啦走啦走啦 為什麼 好奇怪 因為 美國老早就跟中華民國當局講 這一群人是以國際法 遵照國際法在做 你不能以形式以上的處分 來對付這一群人 所以各位你自己在這裡 是安心的啦 是幸福的啦 這個是誰 喔 撒開 所以各位 我們 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往前推進 6月26號 全台灣七家報紙 所有的報紙聯合報 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 這個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是聯合晚報 七家報紙我們都是登辦版 花了幾百萬 有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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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事 就這樣告他在這裡 很多人看了那個報紙說 咦 林智生還在那裡 這樣沒有事 告他 其實從上課的第一天 我在這裡就已經講了 沒有事啦 你趕快來上課 讓我湊到4千年跟美國講說 政權還給我 好難啦 所以賣光總理很高興 我今天看到這麼多我也很高興 因為很快我們這個六個州 還有這個高砂族 很快已經會進入 司法程序 我們會進入什麼 司法程序 就是我們會進入合法的程序 在州政府組織後一後 接著下來就是進手 所以喔 有一天 你會發言說 過去在台灣 台灣政堂上面 在那邊活躍的政治人物啊 會後悔莫及 因為 他說 你們台灣民主黨那些人 都是沒有知名度的 怎麼來當官 各位 我們就是要 沒有知名度的人來當官啦 因為我們來當官 才不會貪污啦 因為我們不會貪污 我們會替老百姓設想 我們要全台灣要一化 我在這裡喔 再度的我要講一下 我們民政府如果執政 的幾個標準要找 第一點 18歲以上的男女 通通配一棟房子 那18歲以上的男女 配一棟房子 我已經講過 我們的錢的來源在哪裡 因為那個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港口基地 我們會租給美軍 我們靠那個租金啊 夠啦 綽綽有餘 同時還有一筆 像納粹 希特勒所學的那一套 轉型正義 希特勒向猶太人下手 我們台灣民政府向國民黨下手 可是有很多台灣人是國民黨的 沒關係 這些人喔 都做到 我們的中立所說的 爪扒子 要別的 這些要別的 我告訴你 做越大的 他會越累 我沒有騙你 很簡單的 我們要找麻煩 很簡單的 我們依法行政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依法行政 我叫他來 連戰來 奇怪 你們老婆 你們阿公 你們三台 都做公務人員 怎麼那麼多錢 拜託 稍息 幾位就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過分嗎 這樣是不是暴君 沒有咧 叫一下嘛 對不對 做你走 走的東西都流來就好 那一人是收開 收開啊 東西流來就好 你 你們 你們真的 你這是那麼笨嗎 我可以去顧美國 我沒有出什麼小事情 錢太多了啦 我真的先點名 江秉坤 吳波雄 連戰 守號的 戰犯 我跟你說 各位 其實你不要逼我講這 我現在講這 講一講 當然我是沒有你怕 我沒有你怕 但是我告訴各位 現在中國知道嗎 中國知道 中國的中共中央 常委會開會 在上個月宣布 民進黨已經被我們消滅 就是共產黨消滅 可是現在有一個比民進黨強十倍的一個團體 叫做台灣民政府 美國軍方在後面 各位 美國軍方在後面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可以指揮得動 我們不是聽美國 我們要指揮美國軍方 為什麼 憑什麼去指揮他 法理啊 你可以佔領我 剛剛有一條歌叫什麼 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擁有我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好高興被美國佔領耶 喜不喜歡美國佔領 我跟他說 我不相信你要獨立啦 如果這樣獨立的 走去看看 都沒有這樣 很現實 美國佔領 不用招稅金 不用做兵 還有十八歲 還有一棟房 好 跌得久了 拜託 我今天要利用這個時間 要一個很鄭重的宣告 我們全台灣有九十萬名 九十萬名的學生小孩 背了自學貸款 民政府執政這些貸款 以你取消 台灣小孩怎麼可以 這個事情 就一定是台灣小孩 沒有在買 我沒有可能給美國小孩 這我這樣講 我所了解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薪稅已經 從一千八百塊 一萬八千塊到兩萬兩千塊 你知道韓國現在一個月薪稅多少 八萬 新加坡一個月六月到七萬 台灣人何時 變成這麼樣的落後 何時 很多人都沒有職業呢 所以我有想說各位喔 你們來這裡受訓 有那個一萬塊可以交喔 很了不起耶 自己打破 所以各位今天來這裡受訓 我是希望說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能對不起各位 我們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 要替台灣民政府 求所有的台灣人來爭取一個轉型正義 要爭取我們的幸福快樂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沒有錯 要當官 各位一定要當官 你沒有當官啊 如果中國人當官啊 我們會一塌糊塗 對 另外呢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利用這個地方 這個 小趙有沒有來 趙哲輝有沒有來 來趙哲輝請到前面來 還有那個班長 班長請你過來 趙哲輝請到前面來 趙哲輝是我們中央辦公廳的主任 這個我現在呢 我要把我們的畢業證書喔 交給各位 這個畢業證書是這樣喔 我們有分成行政班跟那個 參議員班啦 你要行政的 你就填上這個行政 因為 請你自己填啦 要用什麼填 要用 千字筆 要用千字筆填 要用千字筆填 因為你填好了以後 我們還要核對 核對以後 我們還要去把它 這個 復背 我們還有復背 復背以後 檢查沒有問題了 我們在第三天 結訊的時候 才會發給你 你們自己知道你的名字 你如果自己名字填錯 你只給負責任 這每一張的那個 畢業證書上面都有號碼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的 台灣公務人員的任用證書 所以你不要填錯 你可以選 參議員 你也可以選 公務人員 可是不能夠兩個都選 只有選一個 這樣好不好 好 來 你就開始發上去 參議員 我告訴你 來來來 你都不知道參議員要做什麼 我們以後是一個國務院 我們有 國務 國務卿 就是我們的總理 那有參議院 我估計 參議員是不要選舉 可是民政府執政以後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選舉 所以美國就規劃 以眾議員讓台灣人選舉 你要選給你選啊 但是參議員沒選 參議員是直接由州裡面命令 或者是由中央政府命令參議院 參議員 眾議員審查預算以後要送到參議院 眾議會通過 參議會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就很簡單 就整個上議院跟下議院 你知道嗎 就是學習的就是這種帝國 像英國還有那個日本 那個帝國的那種形態 來 給他發誰 發 那個要參議會的 要參議員的請你舉手 兩個都會互換 兩個都可以互換 兩個都可以互換 大家盡量把它填得完美 我要 我們聽了這個秘書長講的一個半鐘頭 我想他 這個 給他休息喝個茶水 他今天講的辣辣辣辣很多 我這一陣子比較忙 所以很少聽他演講 今天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半鐘頭 聽他講的很豐富啊 我要補充一個問題 他說 外面都在罵他 哎 你每天過外面都在罵他為什麼也來呢 我當初要來跟這個秘書長 一起為台灣奮鬥的時候 我的朋友一直都反對 我就講一個小故事 我說 有一個人 如果他到處挨罵 我罵得很兇 有兩個可能性 有一次他是真正的壞人 有一次他絕對是個好人 因為我們看罵他人都沒有一個好人 因為罵他人都是 目前在政治上 有一點 比如說某個團體的負責人 或者某個團體的某些人 好在這個政治被完全被扭曲的一個社會 如果 因為他這個 他的發表的意見 他或者他發現的這個論述 發表論述 是正確的話 一旦他成功的話 這些人 既的利益都完全 被 怎麼樣 被剝奪掉了 所以他們既的利益不會放 所以沒有辦法去抓他的片子 就拼命罵他 吳宗盛有拼命罵他 所以我說 我認為 他不是真正的 最大惡己的那個壞人 而說他是 非常非常的好人 他所作所為所作都是對的 如果一旦他成功的話 既得利益這些傢伙都完蛋了 所以既得利益一定要反對到底 一定要找不到辮子 要找辮子 來詞毀他 讓他 讓他的生命囊急 然後不知道的人就被騙了 我認為他是第二種人 所以我就來跟著他 你知道嗎 要有詞毀了 所以各位走對路了 來這個利用是絕對的正確 恭喜各位 恭喜大家 謝謝 各位 各位 你現在拿的那個畢業證書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填 樓下的服務人員會幫你填 填了以後 你要交給樓下的服務人員 明天以前要交 明天中午以前要交 你不會填自己不會填 那到樓下的服務人員幫你填 還有 沒有 住在306307的同志請你舉手 306307沒有啦 女孩子沒有啦 這邊是男的啦 306307的同心請你舉手 好請你手放一下 請你聽清楚喔 住在306307的 沒有啦怎麼會有女同心呢 那個306跟307呢 等一下我們下課以後啊 你們洗澡的地方在6樓跟7樓都可以用 然後睡覺的地方啊跟我一樣 在後面的那個男生宿舍 的那個2樓 你們現在房間可能要改變 你們的房間要改給讓女同志 女同志不要讓她跑到後面 所以男同志喔 對不起你要改到後面 我也是一樣住在30 本來是住在307啦 那今天呢 我跟各位一樣住在後面 這樣好不好 拜託欸 因為今天只要來太多了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多人 以後就不會啦 以後呢 我們有兩個兩個教室以後啊 就不會這樣 那今天很抱歉喔 我們有306跟307的同志 要要遷移你的地方到後面 洗澡的地方就在這裡的6樓跟7樓 6樓跟7樓呢 有8間的浴室 你可以在上面用 很抱歉 這一次很抱歉 因為實在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多人 來 這個 那個後面喔 後面 這樣子喔 我們今天的課啊 我要上到這個地方要來結束 明天我還有一堂課 就是中國國情 後天下午 我還有兩堂課 1點半開始了兩堂課 因為高級班 我有六堂課 啊 各位 今天呢 我們的上課到這裡好不好 所以 那個班長呢 班長呢 來我們班長我們來下課到這裡 晚安 各位 我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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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